各位先生 这是男生的半决赛 这里是南登半决赛 首先欢迎来自菲利克斯·勒布伦 我们有请来自法国 菲利克斯·勒布伦 大家拨打你的眼睛 欢迎来自中国的玩家 来自中国 马洛 感谢您的观辨 现在应该是免生啊 反观达 screw 讪ir 无论 静 早 没 评 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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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 漂亮 费里克斯的横打 被马龙正手回击 单板质量 高得离谱 费里克斯发球失误 激励一下自己 不容易 在底线位和龙队的相持当中 撑住了好几板 其实费里克斯 早些年 包括近两年 大家看他打比赛的风格 哇 漂亮 这把反手抢得非常不错 他的风格基本上是很少有中眼台相持的 一方面他的身体比较单薄 中眼台相持可能力道不是很够 所以他一般习惯去通过多变的打法 比如说发球或者揭发 之后相持当中的落点 却通过变化来破坏对方的相持节奏 自己的站位也是一直保持在一个 比较静态去强摆速的位置 对方不见 哇 漂亮 漂亮 先是一个发球发到小三角 然后一板正手直接杀死比赛 这个三板太典型了 克里夫斯强百速 没能够从马龙的防守当中去突破 龙队好变 菲利克斯扛的也非常不错 菲利克斯的比赛节奏 还有打球的节奏 一直是处于这种比较快的 不管是自己发球之前没啥准备 还是在比赛当中 他都是习惯去提速打球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逼迫对面 跟他这个年轻人听反应 现在龙队第一局9比4领先 哇 菲利克斯接球的时候 接发的时候给了一个测拳球 非常好的一个变化 制住了龙队的三板 反手相持 跳舞 这个发接发的博弈 龙队在接发的时候正手抢拉 但菲利克斯一个追身位 推球 但马龙的反手反应的也很及时 我退到中演台之后 这球有点可惜 这个几点没能抓住 漂亮 又是以正手作为杀招的前三板 11比6 比较干脆的拿下第一局 菲利克斯在第一局当中 通过变化 还有摆速 去做出了一些反抗 但是比分差距 还是被龙队拉得有点大 包括菲利克斯在相持当中 他的反手还能跟 龙队在近台拼一拼 但是龙队正手出手的时候 其实菲利克斯就比较难去回应了 我们看菲利克斯也是习惯去在反手相持的时候 直板横打的一位选手 包括他这个横打也是在欧洲运动会的得贯过程当中 是发挥了比较重要的地位 我看过了 我看过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又是投一个底线长 杨茜茜茜快节奏的发球 还有前三板的变化 这板应该可惜 漂亮 但这个底线长 弗里克斯反应的也是非常快 这就是小张的反应 漂亮 揭发的经验太老道了 一板轻挫 就给自己过渡到了正手杀直线的机会 我们看弗里克斯的发球习惯 就是他不会去测试球的弹性 在桌上弹一弹或者在地上弹一弹 他一般是拿到准备好就直接发 这是他的特色 太踏实了 目前弗里克斯在面对龙队的这个三板战术 基本上是没啥办法 叫暂停也叫得很果断 所以在近两年弗里克斯的比赛当中 他暴露出的 或者说展示出的技术体系 主要是围绕着多变的发球落点 这个是转速 实时的转速 这套体系配合纸板横打去构建的 如果他一旦进入中眼台的相持 尤其是正手的相持 他经常会在第二版或者第三版 给不到足够的质量 出现类似影拍或者灰拍不充分的情况 从而降低回旧质量 所以他一直在掌球的过程当中去扬长臂短 通过自己特有的快级奏的发球 将对手拖到自己的节奏和领域当中 通过拼反应 拼速度去打赢对方 这一点他在面对欧洲的一些乒乓老将的时候 是取得非常不错的成果 欧洲那边对于菲利克斯的评价也是不低 一般是评价他攻防兼备 或者是灵活多变的天才性选手 这样去描述 哇 漂亮 这是第一次正面回击龙队的正手 看得很准 确实是天赋很高 没有自己去轮弧圈 而是救龙队的快节奏去打反弹 再拎回来之后 他的战术调整是有效的 一方面扛住了龙队的正手一拍 给自己带来了非常充足的信心 这球他也是反应过来 但是回球没有回动 年轻选手是不是蹦出的 这一拍灵光一闪的球 真的是很出色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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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揭发正手抢拉 还是 年轻人还是太年轻 这一拍他如果想抢拉的话 其实时机稍微迟了一些 因为球在 落到对方台面 且弹起之后 旋转就已经展示出来了 就会跟着那个旋转去变化球路了 他如果击球击得再早一些 倒还有可能 我反手去打龙队的正手位 漂亮 费力克斯的横打经验很丰富 费力克斯揭发拧拉 龙队正手回直线 但是这一板的单板质量 并不足以击穿费力克斯 倒被费力克斯用非常快的反应 给到一板正手的斜线 厉害 戳上为戳上 费力克斯节奏是真快 人队体力稍稍有些消耗 费力克斯在第二局当中 使用了一个暂停 回来之后战术的调整是有效的 11比7 赢下了第二局 将大比分搬到1比1平 龙队在挺进半决赛的过程当中 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也是遇到了目前世界排的第六的梁建坤 队友之间的一场内战 最后是3比1赢下了梁建坤 而菲利克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他是碰上了马金宝 同样是一位非常难缠的选手 他最后是3比2 在输掉14局的情况下 拿下235 在决胜局当中 战胜对方挺进半决 菲利克斯确实是年轻的很有活力 整个人体力也是非常充沛 状态很昂良 这个特写给的很漂亮 这个特写给得很漂亮 勒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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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手相持 打穿 隆队拿下第三局第一分 勒勒 三板抢得不错 威里克斯的发球轮次 依靠比较快的发球节奏 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 我漂亮 这板正手打得真不错 线路很直 而且自己的影拍动作很充分 一个底线发球 红队的武器库还是没得说 相持还是有差距 状态出现波动了 菲利克斯的不确定性 既是他的武器 也是他的一个破绽 有的时候自己会送一些莫名其妙的分 不过有他的比赛 这个快节奏和意外性也是很有观赏性 半手下压转正走 两拍打穿 没问题 7比2 过度的搓球 让菲利克斯想去抢一拍 但菲利克斯也是着急 看菲利克斯打球就会觉得他很忙 非常容易忙中出错 正手带一板带到底线 直接揭发得分 网龙队突到中远台 防住好几板 但是这个下压还确实是没有办法防住了 菲利克斯的下压压到底脚 调的也是非常的远 他的落点空的还可以 接发接的不错 好球 10比4 龙队拿到6个局点 如果给菲利克斯找到节奏 他在近网的压制力还是有的 不错 菲利克斯在对方的局点关键分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保持不错的状态 他的发球变化也确实是很多 可惜 这球可惜 我们对状态也有一些波动 叫了暂停 其实是菲利克斯 打着打着起势了 追了龙队两三个局点 不能被年轻的小将拖到 争这种血气之勇的对决当中 还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色 跟菲利克斯如果去拼速度 或者拼体力的话 还是有些难度 能够帮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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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的第一球相持 菲利克斯气势很足 漂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菲利克斯的横板威胁不错 直板横打 给到的角度 一方面很低 导致这个球的落点没有在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样在打相持的时候就回球不是特别舒服 哇 接发了一个出气不易的落点 哇 又是接发的抢 红队去发 红队去拼队台和底线场去拼节奏的话 可能反倒是菲利克斯乐意去看到的情况 我们要警惕这个 这个弗里克斯持续的冲击力 高跑 白短 再搓 再是高跑 反手真的好难打穿 菲利克斯啊 菲利克斯的直板红打用的太熟练了 他在高强度高频率的相视当中 还能够去调动马龙的落点 虽然现在菲利克斯领先5分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又被抢了一拍节奏 现在菲利克斯手握第四局的六个局点 这是被他抢下的第四局啊 菲利克斯在第四局当中发挥非常不错 将比赛拖到了第五局决胜局 菲利克斯在第四局的相持里面 可以说表现比前几局要更加好 他在面对压到自己底脚或者底线球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以出其不意地回到一个落点 并且自己再去提速 他也是没有去像传统纸板选手那样去打进网的控制 而是配合横打 就是打速度和落点 零件比赛当中 他所展现出的这种对于节奏的控制 相比较之前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吧 而且失误率也跟他之前的比赛降低了不少 感觉现在是有耐心 有耐心有耐心 有耐心有耐心啊 加油 加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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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决胜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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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底线场 建功 哎呦 好 加油 哦 这把笙手稍微远了一些 有点可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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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里克斯决胜 局当中也是有一些关键的失误 确实有一些意外性 摆到长台 漂亮 农队决胜局很冷静 现在唯一需要警惕的就是 贝里克斯再启示 然后再去提这个第五局 整局的节奏 一定要坚定的去打自己的节奏 不能着急 没问题 发球的变化再得一分 插网 哇 这一排正守大斜线 被贝里克斯防得非常漂亮 直板横打的反思 有之前变连过的发球 在龙队面前同样的招式 还想见笑两次 多少是有点想多了 不过这也是一次 对贝里克斯来说有意义的尝试 如果照原来的技战术去打的话 可能还会陷入到前几球一样的窘境 对龙队一定要稳住 漂亮 这发球一板正守直接抢死 把贝里克斯就不能 他一摆好姿势 你就这个做好准备 他就直接发出来 这样真的会被带着着急 人与人之间都是会有这种相互影响 就像我们如果听到一个心脏快速跳动的声音 我们的心跳也会不自觉的加快一样 不能被贝里克斯这个节奏带着跑 自己没准备好就在准备准备 都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 龙队目前7比2领先 现场为马龙加油的海星 如同雷阵 非常响亮 横跨了好几个时代的龙队 底线长 没有能够偷成功 贝里克斯 现在10比2 马龙拿到8个赛点 现在对贝里克斯的要求就很高了 他如果有任何一个无谓的失误 都将会葬送整场比赛 龙队只要稳扎稳打就OK 漂亮 八球直接得分 横跨了三个时代的大船 还不是很有可能 在贝里克斯这个不怎么成熟的水区里翻船 龙队在被对方追到2比2的大比分之后 在决胜局当中 轰出了11比2的悬殊比分 也是最后是3比2 战胜了贝里克斯勒布伦 这位年轻小将的冲击攻势 挺进南丹决赛 即将在今天晚上的决赛当中 和王楚清会师 那么观众朋友们 今天下午时段的四场 男单女单半决赛 到这里就已经打完 并且结束完毕了 那么在今天晚间 将会是最后的两场兰州战的比赛 就是男子单打决赛和女子单打决赛 这次的两场比赛 四位选手都是中国队的选手 晚上就是两场预定好了的内战 应该也是非常精彩的比赛啊 欢迎您继续关注蓝州战最后的两场比赛的实况转播和解说